各位刚刚讲 欢迎收看涨跌密码 来听到在经过昨天的大涨过后 今天台北股市拉回震荡 中场跌228点 收在15265点 存价量是2763亿元 键盘是怎么做解析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欢迎到市大宇国际投顾 张宇明分析师张老师好 林俊好 同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欢迎到陈一群分析师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官长 我赶好为您先请教张宇明老师 好的 昨天台股新春开放盘 大涨560点 今天马上就跌回去228点 台积电昨天大涨40 今天马上跌到一半 未来的行情显然充满了变化 不是看一天行情 大涨就可以来判断 操作上一定要非常小心 其实昨天台股大涨 我也是这样跟大家讲 我们先从这个新闻来介入 来 这是今天的新闻 ABF三雄的目标价被高盛下修 他把新兴蓝电警数的目标价下修 分配是300跟200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 请问ABF三雄跌到什么地方去了 都跌到太平洋去了 现在才在下修有什么意义 对它股价也没有帮助 对投资人来讲也是很痛苦 为什么 天哪 这个新兴跌59% 景硕跌66% 南电跌了加上7成 当你看到这样的跌幅 如果你有这样的股票 今天跟你说下修有意义吗 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我们说市场上很多资讯 根本就是马后炮 对你操作一点帮助都没有 可是充满了市场 这种资讯很多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市场里面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马后炮 马后炮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 那只在浪费你的生命而已 赵爱铭你是什么 我是马前炮 赵爱铭不会马后炮 我只会马前炮 真的吗 你事先有讲吗 ABF三雄要跌吗 当然有 而且可能是全市场最早讲 来 我今天在FB上看到三年前的回顾 这三年前 三年前 但就2020年 今年是2023 2020年的新闻跳出来了 刚好就是我发的一通 抠讯 发了什么抠讯 因为2020年新春一开盘 蹦跌696点 台股历史开盘最大跌幅 2020年三年前 当然今年是大涨了 但三年前一开盘跌了696点 为什么 因为新冠来了 过年期间 大家就开始传染了 当然这造成一定的影响 先出去看 蹦 大跌 696点 当然很多人都受伤了 三年前而已 我现在大家都还记得 当天我发一个讯息 给我的客户 怎么发的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当天发给大家的信息 好 这个 这一支全市场 只有一个分析师 看对而且加作对 看对又作对 只有一个 我们的会员 过年前已经把所有多单出场 而且怎么样 手上全部空单满档 这才是正确的一个做法 这是我过年第一天新春大跌 跌了696点 我发给所有会员的讯息 那当然是真的 我过年封关前也有讲 我不要全部出清 而且翻手放空了 那很多人搞不清为什么 对 好好的 就像如果今年的过年 如果把手上多单全部出清放空 那不是被嘎了 没有啊 我今年过年都多单 我没有空单 但三年前 过年封关 我手上多单全部出清 反手放空空满档 新春一看完 蹦696点 他昏斗了 当然不是只有跌696 我们看这一段 天啊 从12000跌到8500 这一段跌掉3674点 短短 短短的 没有很长 大概两个月而已 所以很多人措手不及 赔了 预库累 一下砰就下来 两个月就跌了 3600多点了 所以很多股票都被断头了 那全市场只有一个对的 就是我了 没错嘛 张艺铭公开讲的 昨天有一个 这个客户 我们公司的这个主管 去打料给他 跟他做一下 这个客户满意度的一个咨询 他说 我参加张老师是因为 我爸爸跟我讲的 他是一个台商 他也是一个教授 在清大任教 这个跟他讲的 他手边有很多 这个投资案 很多公司 也算是一个企业组 非常 他在那边兼客 在清大兼客 很有名的一个学者 那为什么要参加我的会员 他爸爸跟他讲 因为他手边有不少钱 我想来做一下台股投资 结果他就 爸爸就跟他讲 你很简单 你就去找张一铭就对了 那爸爸讲他当然相信 那他也是在看一看 也是不断的验证 比如说我今天讲 节目 我接一几号讲了什么 像我三年前 三年前 2020年台股封关的时候 我做所有股票全部出清 就2020年 2020年一开盘大跌696点 我们手上全部都是空单获利 他去找当天的影片 看看我真的有没有这样做 真的有没有这样讲 不断的观察 不断的记录 发现我讲的都是真的 绝对没有虚言 那后来才参加了会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股票 分析是经营是很辛苦的 那如果随便乱变 那太简单 那谁都可以当分析师的 没有那么简单 对不对 那么简单 为什么没有人看得懂 只有我看得懂 对啊 这确实啊 三年前而已嘛 这段历史应该大家都在记忆犹新嘛 不是吗 没错嘛 所以我们说 不到两个月跌了3600点 很多人完全没有避开 所以操作股票 本身就充满了难度了 当然讲到这里 老师 你讲三年前 刚才你讲去年好了 去年一整年 2022年一整年 台股跌了4482点 那如果你没有避开这一段 又是断头 又是很惨了 你看ABF哪一档股票 不是跌五成 跌六成 跌七成 台股市场本身跌46% 年发哥跌了56% 所以我们很多股票跌了乱七八糟 所以如果你没有避开这4482点 很多股票是会被断头了 张一铭你这一段有避开吗 你高档有看得懂有提醒吗 有没有提醒 影片都有 2月3号 2020年2月3号 下午2点11分14秒 张一铭有没有跟你讲 大盘电子股即将上演 以天屠龙 有啊 这东森的电视画面 这东森的logo 这能看玩笑吗 我确实有讲 张一铭你讲完你怎么操作 这一段 这一段 已经到了5月12了 你看这一段很长 从过年到5月12 这一段 你怎么操作 我从2月7号就开始放空 2月24号全部收藏了空单 一度给它空下来 空完之后在这边 5月12空单回补 5月12就这一天 在这里 空单全部 这一段都空单 空到这里回补 回补完做什么 反锁度短度单 久比 做完再空 真是漂亮的操作 这能看玩笑吗 这不能看玩笑 我的电视不是做给观众看 会员都不能看 你们会员都不能看 不可能 谁都可以看 所以我们不能乱吹牛 确实是这样 好 那我们的第二段 这一段有一部分是重叠 这一段更精彩 为什么这一段更精彩 这一段从4月11到7月 4月11到7月27 这三个半月 张一铭做了29笔 普通会员 出场27笔 赚27笔 做了9笔 赚27笔 两笔小赔 赚了多少钱 这边有写的 赚了105.5元 净利就是赚了扣掉赔那两笔 105.5元 那如果你每次买10张就好 赚105万 很多了不起 这段很多人是赔了 把他哭 对不对 跌死 还要赚钱 不可能 这样你的操作竟然神奇到 做29笔赢27笔 你看多漂亮 所以要在台上立足 也不是那么简单 当然如果靠片 那就每天不要脸 张一铭永远输 那个不要脸 因为不要脸赢最多 他每次股票都他涨了 他得 然后我们没办法跟他比 真真实实操作 那个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不是吗 好不好 还有什么 来看这个2021年7月20 这一天张一铭讲了什么 我为什么说张一铭没有马后炮 都是马前炮 这影片都还在 你可以回去查 2021年7月20 张一铭这样解盘讲什么 下午2点04分40秒 韩英谷即将上演 以天屠龙 又来了 那请问7月份在哪里 这就是7月 韩英谷的最高点就是7月 张一铭这最高点跟你讲什么 韩英谷即将上演 以天屠龙 请问这马前炮 马后炮 你告诉我 这是马前炮 马后炮 这里啊 这里就7月 请问这是马前炮 马后炮 这当然是马前炮 不是马后炮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避开 他说没有 这一段下去就会断头 你看多可怕 所以股票上 你要找到一个 真正能够帮助你的人 再去看他节目 才有意义的 那如果没那么乱骗 那个是规则没有用 好不好 哇天哪 这里是7月 如果你做阳明 你看76%都不见了 对不对 EPS很高 获利很好 你就断头断头又断头了 好不好 所以赞明跟你说 我不会马后炮 我只会马前炮 其文对不对 真的啊 我不会马后炮 我只会马前炮 我不用搞马后炮了 好不好 多空巡选的道理 在股市一定要看得懂 看不懂你股票做不赢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刚回到刚刚的 ABF三雄 好 这个新鲜 五九 景硕六十六 南电 这加印七成 三档股票 跌翻了 跌风了 赞明你事先有讲嘛 有才叫马前炮 有吗 有啊 2月十六 不是年底 2022年 去年2月十六 就跟你讲 ABF转弱了 这东森电视画面 这不是鬼扯的 2月是早还是晚 你自己看 很早啊 不是跌下来才讲 跌下来讲来不及的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这叫什么 叫马前炮 所以我们这个市场里面 从来都不缺马后炮 只缺马前炮 对啊 问你谁能马前炮 有啊 这就是马前炮 不是吗 马后炮要干嘛 对于浪费生命而已 好 那我们看南电 这样一泡下来 哎呦 七色炮 真的有够惨 那目前在干嘛 目前就在低档整理 在干嘛 不是吗 所以你要是没有避开 完蛋了 绝对赔死 是不是 所以你要看得懂 看得懂不容易 赵爱民你怎么看得懂 哦 原来如此 这不可能看不懂 这一段叫多头 高档出现好几个 卖出讯号 当然要跑不跑就没命 碰 下来七成了 那目前就是还没修正完毕 赵爱民现在还没跟你说 我看到IBF 你说说听我讲 没有不可能 好不好 因为格局不对 好 我们看日线 刚刚这是周线 日线 日线南电也非常脆弱 第三线太短 动能不足 第三线是动能线 所以他往上攻 第一条翻多又不强 第二条也不强 第三条还转空 第三线是动能线 所以这格局是不对的 所以很简单 这格局你不用看了 第三条在临走附近 不是转空 所以这格局是非常脆弱的 这种股票我不会买 那如果不相信你买 你买我就祝福你 爱你买得我也祝你幸福 对 我不能说什么 随便你 钱是你的 好 蓝电2020说创新高 太棒太棒 创新高有什么用 创新高 股价跌 七成 请问这样有用吗 你看的资讯是没有用 你做股票怎么会赢 你什么时候从我嘴巴跟你讲 我这股票已经说创新高 我会来买 没有 我从来不讲这种事情 会抱这种观念 做股票 它绝对是输家 股票上就是这样 懂意思吗 你说创新高也没有用 不是吗 股价跌七成是事实 你说创新高到底要干嘛 你告诉我到底要干嘛 不晓得要干嘛 对不对 你买进去就是赔 好不好 好 宰版封说有用吗 股价跌六成 跌七成一大堆有什么用 虽然简单 这些都是教训 我们说股市里面 你每一天都要得到 得到什么 得到两个东西 第一个得到财富 我做队员我得到财富 第二个得到教训 你不相信 你说创新高也去追 最后就赔钱了 你赔六成七成 得到教训 所以你在股市里面 一定要得到 得到财富 得到教训 教训不要得太多 得太多你就毕业了 要常常得到财富 你常常在股市里面 不断的生存下去 你每次都得到教训 赔了钱得到教训 你有多少钱可以赔 不行的 同意是吗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每个人 都能够得到财富 不要得到教训而已 好 那我们看这歌曲 对不对 这歌曲不对 太弱了 多头太弱了 对不对 一大堆压力 周线也不对 所以这种股票 不会买 所以你看了半天 你什么时候听 我跟你讲说 我看好ABF 我带我的客户 去买ABF 你买也不会赚钱 不是吗 四十百在眼前 所以你看我多久 没跟你讲 我看好ABF 没有 快一年 对不对 不好就是不好 没什么好变的 还差得远 不可能翻多 好不好 ABF转弱了 太珍贵了 2月16 这档股票 这三档股票 不晓得没收了市场 多少财富 不晓得多人在里面 滑开炉 赔了一屁股 好 所以一整年过去 我跟你讲 我没看到ABF 就这样 道理就这么简单 我讲法是一贯 不会翻 翻去翻对 翻去翻对 不会放心 好 元代 高点下来 已经跌快市场 到底什么问题 元代是做电子纸 他发明这个 变色的 可以贴在车上 可以变色的 你遥控器贴在BM台 还有跟BM台的合作 车站那里 黑色车 今天王董开一台黑色车 载你朋友去 吃戏餐 很大风 一出来 王董车站 在那里 黑色车在那里 走过去 变白色的 我懂你车 怎么变白色了 变红色的 天哪 你车怎么那么厉害 变红色变白色 本来黑色 变来变去 怎么那么厉害 元代发明 电磁贴在这个 这个车上面 变色 摇空气一样就变色 很厉害 我都想去买 可是股价就是不好 不好就是不好 对不对 最近跌得很惨 跌怪事成了 为什么最近就这样跌 方法很简单 从赞民的股神系统 股神系统里面检查 用鱼路第六百者的原理 日线周线同步来看就知道 看日线看周线 看完之后你就看到 日线不对 正确答案是转空 所以你不能追 周线不对 不对就不要买 你买没用 买就是赔钱 转空就是不能买 懂意思吗 这么长时间过去的 几个月 这里是九月 九月过去的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现在一月 你有什么时候看 我跟你讲 我看老元太 没有 空头怎么看 我也不会去买 要我就放空 懂意思吗 所以方法就这么 当然这里不要空 因为慢慢接近临走 好 所以我们的方法 就这样而已 好不好 好 这个有人说老师 你的方法 太简单了 太简单我没有安全感 我找那么多钱去忙 太那么简单 国系统888 七一七看一遍 日线看一遍 周线看一遍 就懂了 真的是这样吗 太简单了 我不相信 来 这个人叫比尔盖茨 听过吗 苹果手机的发明人 原创 这个创意者 来 他说简单 比复杂还要复杂 哎呦 天啊 这个贾博士讲的 不是我讲的 他说简单 比复杂还要复杂 你是不是看了一个东西 这么复杂的股票 两个号码 666 888 七一七 就把它看完 太简单了吧 对啊 但是你不要忘记 贾博士讲的话 简单比复杂还要复杂 太有学问了 你要把东西 复杂的搞得这么简单 太难了 太难了 不容易了 苹果也是朝这个方向来走 不要把它搞一大堆 简单 但是你会复杂里面的创意 好不好 来 这是大学者李敖讲 他已经过世了 他说 真正聪明的人是可以把 总可以把复杂的事情 做得很简单 这不容易 对很复杂 大家看了 姆萨萨 一讲 你都懂了 厉害 这高手 懂意思吗 所以李敖说 真正聪明的人 总可以把复杂的事情 变得做得很简单 李敖讲 原来如此 所以你不要嫌 股神系统简单 不要嫌 我解法很简单 好不好 简单也不容易 那我们再举个例子 世界先进 天哪 跌67% 台积电子公司之一 177跌到59% 这段跌得很惨 那目前还在打底的阶段 所以你要不要避开这一段 他要不避开 你钱就赔光了 那怎么避开 高党看得懂就避开 不是吧 你就不会赔到这一段 把它切入股神系统 一直在获利创新高 对不对 结果股价大跌 你看 8月还在发获利创新高 股价高点在哪里 天哪 高点在2021年的 这个 8月 就已经见高点了 1年后还在发 2022年的8月大概在这里 9月大概在这里 跌到最低点 还在发营收创新高 看到吗 没错嘛 还在发营收创新高 所以你看这个新闻 去做股票就赔死 好 那我们怎么样避开这一段 下跌 这跌起来很痛苦 注意看 原来 请问这里高点还是低点 当然不是最高点 但一定是相对高点 没错嘛 那你避开这一段 不就安全了吗 那这一段叫什么 空头反弹 翻多了吗 还没有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没那么快 所以这种股票 我不会买 就这么点 我从这里就不会买 我不是跌到现在才不会 我从高点就不会买了 那你不会买这种股票 你当然就不会 一跌就七成六成 这样懂我意思吗 是不是很简单 来 比如说乔帽 这个一样 空头格局 我不会买 力旺也是一样 这空头格局 我不会买 空头反弹而已 汉逊也是一样 那空头反弹而已 高档一定要避开 对不对 新唐一样 这空头反弹而已 怪力还很大 不可能麻烦多 M36一样 转不动 虽然有些买力 要撑这个 有点转不动 没有利益的 好 这个捧场一样 一大堆卖力迅量 还没有克服 所以这个除非跳空 带上常用棒 突破压力去 不然这种股票 我是不会做 好 德卫一样 空头格局 不用看 万海是一样 你根本不应该去买万海 空头格局怎么追 要啊要一样 赵亚敏你为什么不买这一段 你看你买半年 就套半年 现在好像三千万多了 那以后再说 至少前面半年 我是不会追 这样懂意思吗 好不好 有不懂的 你可以把赵亚敏的书带来看 好不好 我写了很多的书 对你的操作观念 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跟你讲是正确的 好 小小鼠A25006999 这是我的辣椅 你可以在FB上搜寻 股神系统张雨铭 也可以用YouTube 去搜寻张雨铭分析师 找到我按加入关注 随时掌握最新的动向 我们把时间交给停车 好那么更多操车 建议观 后来接着请张雨铭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东森粉丝那一手机 扫描QR Code 扫描免免费加入我们的Light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定留下来 张雨铭会尽速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ght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ght是免费 所以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雨铭会尽速回答你 欢迎回到讲题密码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张雨铭老师 好的 这到底是不是好现象 我们把这表放大一下 上一次买超最多是2005年 所以就这次是 到目前是18年来 这十大买超都在这里 目前昨天是第二名 那一下看18年不就这样而已吗 最多就这样而已 18年 平均两年才一次 上300多亿的买超 所以会每天这样买吗 不可能 懂意思吗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今天马上就泄气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大盘的格局 把所有均线调出来 就有答案了 这一条叫年线 年线盖头反压 我们把它称年线就好 没有 这边盖头反压在这里 刚好这里 而且向下很明显 所以要上去 要突破年线 压力非常重大 没有那么容易就突破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大盘的格局 目前在这里 历史最高点跌下来 到这里跌下来6000点 好 那目前反弹呢 2864 所以那么简单 有没有一半 好像还没一半 一半加去3000点 还没有 所以目前你看 看这里 这条线以上套的量 哇 这两年套的量非常大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够解套的 这样懂意思吗 操作上 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不好 大盘的格局 我昨天就给你提醒过了 就周线来看 就是一个空头反弹 还在空头格局 没那么好 这套的量非常大 好 台积电 有人看好 大摩看到到7一头 上次最高点是688 看到7只头 但是 昨天涨40块台 现在把它就跌一半回去了 昨天我没跟你说 我看到台积电 好像没有嘛 对不对 好 台积电马上跌一半回去了 台积电的10大客户 起砍单 这不是12月28的新闻而已吗 10大客户一起砍单 要10个最大客户一起砍单也不容易 为什么 景气有状况 很简单 半导体 怎么样 各国生产都群雄并起 群雄并起有多少 你看这边 今天才要盖92座 你看多少 功过于求 所以未来的半导体 真的有没有那么强 你去想一想就好了 用你的大脑想一想 应该就有答案了 好不好 我们跟台积电格局 目前跌下来 最低跌到370 跌到318 反弹上来 目前反弹是153 高点还有165 所以目前一半都还没站上 所以没有你想那么简单 这格局什么格局 一样 哇 这高档套量太大了 对不对 目前还是一个空头反弹 跟大盘的格局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操作上 一定要非常小心 主任大长 我是这样跟你讲 没有改变 好不好 科技业裁员风 苹果 难逃 这今天的新闻 科技业为什么要裁员 景气不好才要裁员 景气好干嘛裁员 这很简单的道理 当然不是只有苹果 包含谁 记忆体 亏了1500亿 对不对 还有呢 高盛才3200人 历史最大裁员 才3200人 亚马逊砍一万八 多有 美光裁员 我这大概5000人 我都看很多人 记忆体 减薪 这边一大堆状况都来了 小米5000人 砍掉 对不对 好多了 特斯拉也要裁员 天哪 什么世界大长都在裁员 那想这景气好 景气不好 那如果基本面没那么好 那股价要涨去哪里 所以这是要冷静来思考一下 好不好 半导体压力锅 这都是新闻 这不是我乱编的 有没有 裁员减薪 IC设计 半导体 IC设计 都有啊 一大堆啊 对不对 中美金 环球金 环球金 环球是台阶电上 有晶片供应商 干环球金 天哪 跌66% 目前当然是在低档争力 为什么这样跌 修正完毕了没有 原来如此 还没有修正完毕 事实就是这样 所以我不会去买环球金 懂意思吗 好 林芳科 爱意识记总统 来 这边是6月22 除息807 现在807 站上了没有 还早了 你站上807再说吧 你除息 配息74块 到现在807都站不上 你告诉我他有多好 我不相信 你那么好 为什么填息都没办法 不是吗 多久了 超过半年都没办法填息 好 林芳科的格局 最低要跌了56% 什么格局 空投格局 很简单 好 瑞易跌61% 为什么 转空 转空你不必看 就跌给你看 好不好 资源 创历史新高 资源创新高 股价 股价跌了六几 所以很惨 格局不对就要跑 大涨你可以报 格局不对就一定要跑 好不好 赞明的事物要带回去看 看懂 你就可以掌握很多正确的观念 小老鼠A2500 6999 这是我赖代理码 你可以搜寻加入 如果你看FB 那你就看 股神系统张雨鸣 看YouTube 就是搜寻张雨鸣分析师 找到我 关键 按加入 追踪 懂意思吗 发个讯息给我 Lite发个讯息给我 发讯息不用钱 有问题问上来 你就跟我操作才要付费 这样懂意思吗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要提醒光荣配偶老板 公司所推介分析 之各表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简供参考 投资人该独立判断 显身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 东升粉丝那一手机 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升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张宇明会尽数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升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宇明会尽数回答你